第27届医疗奉献奖得主 邱孟赵 左喜 林秀丽 罗介山 严纯左 杨培明 林玛丽 徐金川 戴东元 李伯章 傅立吉 戴卡通灵灵奖 裴玉胜 戴赖赶灵灵奖 高杨威 记者徐兆玄 摄影 分享 有一群人常年默默为病苦者付出 被社会看见时去弯腰部鞠躬 是台湾最美的风景 第27届医疗奉献奖 昨颁奖副总统陈建仁表示 很多得奖者在偏远地方艰难的服务 看到他们感到台湾充满希望 光明与爱 医疗奉献奖 由立法院后生会与联合报系共同主办 本届由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或团体奉献奖 长期推动器官捐赠的健保书长李国章或特殊贡献奖 奉献台湾半世纪的人 瑞省傅赖甘灵等9位医护人员或个人医疗奉献奖 陈建仁说 甘病昌年高居时大死因前5名 如今降到第10名 甘机会成立23年 全台走过的筛检路可绕台湾300圈 扮演重要推手角色 甘机会董事长许金川 昨天由卫福部长陈时中手中获奖时表示 甘机会的成就来自小医师的努力 谢谢有人捐脑汁有人捐胆汁 李国章当年看见肾脏移植存活率9成 喜顺患者紧4成 毅然决然投入器官捐赠 很多患者从他住院医师时 看着他长大信任并全力支持他推动器捐 他表示得奖是当年教他开刀的哥哥李柏黄 所有病人和成大同仁的共同成就 台大外科教授李柏黄三年前也得到医疗奉献奖 李国章领奖时被问有没有话想对哥哥说 他数度哽咽说不出话 坐在台下官里的李柏黄被请上台 对弟弟说很好 但你还可以更好 也不忘训练 得奖是额外医疗本分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今年80岁的马鞋名誉顾问科医师林玛丽 由台湾写议之母之称奠定台湾捐血制度 颁奖给他的联合报社长向国宁表示 林玛丽从事冷门 小众的医事研究 默默更银改变台湾人的生活 带东元奉献糖尿病房至近半世纪 78岁的他热情不减 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 曾任台南市副市长的严陈佐 长期智力毒品 艾滋防治罪律也获个人奖 来台55年的修士卡通 林氏护理师 他认为奉献是应该的 不需额外表扬 做继续在东圣母医院 为病患服务 盛食自驾疗养院护士林秀丽 从事居家护理19年 退化性关节炎 让他左膝变形 一谈到患者 他说脚在痛也要走 52岁的牙医师罗介山总是拉着重达20公斤的行李箱 到住家服务行动不便的患者 61岁高杨威是桃源复兴乡土生土长的泰雅族人 在老家奉献30多年 他说得奖不是我的目的 更不是我终止的地方 一定继续在园乡服务 我终止的地方